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会像是非常并肩作战的弟兄 一会又像是有着血汗深仇的敌人 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有着不一样的信仰 而且身处不同的两个阵营 因为党派之间的争斗 所以他们二人没有能力改变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抗战期间 虽然双方喊出了一致对外的口号 但私底下还是存在着不少的摩擦和争斗 不过只是没有触碰到最后的底线而已 钱伯君在被除掉以后 楚云飞没过多久便写了风情去 并告诉他除某人在河原城里的茶楼 恭候他的大驾光临 从表面上来看 楚云飞好像还挺不错的 找了这样一个有雅心的地方 但谁都知道把李云龙往鬼子重兵布防 打和原城里影 这楚云飞一定是没有安好心的 那么有人要说了 为什么楚云飞会挑这样一个位置 来邀请李云龙赴约呢 其实他这一招太阳了 并且至少还有三个目的 首先和原城跟山西打同 仅仅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 鬼子对于这个县城非常的重视 所以这其中的鬼子至少有一个连队 那么楚云飞为什么非要来这里请李云龙喝茶呢 其实楚云飞就想看一看李云龙到底是不是个怂包 看他敢不敢到县城来赴约 实在是太阴险了 如果李云龙这次没有来 那么楚云飞就可以拿这件事情嘲笑他一辈子 但李云龙如约而至 而且还是一身汉奸便衣队的打扮 完全没把鬼子给放在眼中 这也算是给了楚云飞一个下马威 其次楚云飞在这里约谈李云龙 并准备找这样一个机会 追上那一个加枪营的武器 当时钱伯军在准备投靠鬼子的时候 李云龙打招帮358团清理叛徒党 这次出了屏 但却悄悄地弄走了一大批武器装备 这可不是一个排一个连的装备 要是上级追究下来 楚云飞肯定要接受到严重的处罚 所以楚云飞心里也是非常的着急 也想找个机会将这些武器装备给讨压回来 最后这也是楚云飞此行最想办的一件事 那就是想和李云龙联手出掉县城里的鬼子将领 县城里的鬼子队长叫做平田一郎 此人十分阴险狡诈 曾经多次都想找机会重冲358团 就在之前发生的钱伯军案 都是整个鬼子挑起来的 而且平田最近还准备出动大量的部队 对大孤山地区也就是358团的地盘 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活动 这心脏脑仗加在一起 所以楚云飞才会想尽一切办法 干掉这个阴险毒辣的鬼子 然而自己手里没有那么多可用的人才 所以他便想到了李云龙 他也知道独立团有不少能人 所以楚云飞才会想到找李云龙来给自己帮忙 这样的话暗杀平田一郎 也算不上什么的难事了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有个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